冰隊這邊也更換了投手 換上了背號17號的Huan Paul Voxayne 這就是剛才乃哥所說的訴求派的那一位 今天原本預計中華隊這邊請搜是請搜他 左邊輸的是轉部段位的球速 二壘方向滾地球傳向一壘這一邊 完成了刺殺一出局 還是四外球的保重產生呢 第三棒的凌晨飛當然在今天有一隻二壘安打 不過第二次打擊機會是游擊方向的滾地球遭到刺殺 因為有啟動嗎 沒有這個球打成了在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外野手橫移 但是滑接漏掉了漏掉了漏掉了 現在林靜凱衝三壘沒問題 哇 這個滑接是差一點點被接到 但是凌晨飛這個打擊非常的巧妙 一壘上的林靜凱稍微做了假跑 林承飛這邊還是以確實的擊球為主打得非常的平 所以讓中外野手並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做反應 順勢的往中右外野手沒有硬拉 擊球點掌握得很好 最後是彈在手套內側這邊 整顆球都沒有進到手套裡面 那現在呢這是中華隊 這場比賽最好最好的進攻得分機會 一出局二三雷有跑者 來看到的是第四棒的廖建復 也是前面擊球感覺很好的打者 而且廖建復前面擊出的飛球也都是這種 羊腳比較平的 前面兩次雖說都形成了飛球 但也讓大家看到一個界外拳的一打 二游是照了三回 前面一點 哎呀 打到了 結果直接打在廖建復的身上 變化球稍微扣得久了一點 讓這球往左打者的內角跑 打到後腳 這個位置不會造成太大的一個傷害 但出身球都還是痛了 打到後腳 打到後腳 撩兩塊 外色的壞球選掉 兩好三壞的滿球數 自己的訴求 有 等下來了 等下來了 中華隊這場比賽的第一分 靠著四壞球保送回來了 抓得1比0 一樣想要來用訴求做對決 不過今天真的 他出手的位置都會比較高一點 季鴻也是設定直球要打最後一刻忍住 對 有想要出棒的味道 但真的太高了 5比0比賽的好猛贏喔 招隊1比0來戰時的引先 接下來的打者是第六棒的拿摩一樣 搭檔這邊來喊一個暫停 反倒是菲律賓對這邊教練團沒有上來做一個暫停 招 花回來了 Safe 高飛犧牲打讓中華隊攻不下了第二分 面對這個變化球拿摩的擊球點還是打得很好 雖然被阻礙野手接殺 不過又是要考驗了 菲律賓在整個外野回傳內野的轉傳 這個卡斗又是離整個直線上面有一點歪 那其實距離也差不多夠 丟到了你看到後面野手的右手邊 他原本站在一個直線的位置 結果讓他必須要歪出去去接這顆球 他沒有辦法選擇把這球給放掉 對 這個時候中華隊要來更換代打 背號41號的高玉瑋 這球切起來 形成了界外 面露是有 外側的壞球 選掉 這個半局已經是出現了四次的四死球了 高玉瑋有觀察到現在投手的狀況 所以沒有很急著要出手 那現在教練團上來要做投手上的一個更換 接下來的投手已經上來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可以的 在左外野這邊 國旗 非常大的國旗打得開來 非常的漂亮 希望中華隊呢在這一場的比賽 可以 這個順利的拿下 進行明天到的冠軍賽 那現在兩出局滿累 菲律賓隊來更換投手 剛才所說到的 背號24號的 Ramont Rendoza 在之前的兩場出賽當中呢 是 加起來兩決投球局 背敲兩支籃打 有十分另外還有兩次的四塊球保送 出方滾地球 找上了游擊手的正面 拋給二壘 完成了封殺也行程了三出局 不過中華隊有所斬破 拿下了兩分不顯示2比0 戰士領先菲律賓